幸福快乐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你的我的大家的城市梦想家 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 有一只狗狗看见出门很久才回来的主人 他非常激动 竟然高兴到休克 他过一会儿才苏醒 看来他对主人的感情是多么的依恋多么的深厚 我们家也领养了一只贵宾狗 通常我一回到家 开门之后狗狗就冲上来热情的跑着跳着 高兴的不得了 我会跟他讲说熊熊今天怪不怪啊 熊熊总是热情的舔吻我的手 那尾巴一秒钟大概可以摇摆四次 你就知道他有多高兴看到我 让我们感觉到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那根据美国学者专家的研究发现 由宠物相伴的人 不仅可以改善心血管疾病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呢 那养宠物可以为我们带来健康 归纳起来有十大益处哦 像降低胆固醇 因为我们每天带宠物出去散步 可以有效维持胆固醇 那有效的舒缓我们的压力 当宠物陪伴的时候 神经会大量释放化学物质 带给我们快乐跟舒缓的效果哦 还可以降低血压 那防止儿童过敏 越早接触宠物 他得到过敏跟呼吸道疾病的几率就会越低 所以儿童呢 是可以早一点接触宠物的 那么他也可以舒缓忧郁 降低自杀率耶 那舒缓慢性疼痛 因为抚摸你的宠物会让大脑释放 脑内飞 那改善人际关系 宠物主人的社会参与度会比非宠物的主人还要高哦 还有巩固家庭的关系 所以宠物既然这么重要 快要过年了 我们也要好好的宠爱我们的宠物咯 今天城市梦想家 就为大家邀请到了 碰碰狗宠物百货 量饭店的店长阿伦 要来跟我们分享宠物过新年 让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节目马上回来